片段 表演 节目 欢迎收看那些在TWi上面爆红的贴文 我是三度有 2020年某机构统计 目前年轻人最常用的两手机APP 一个是Spotify 另一个就是TWi 大家都念TWi Thread 它比较像是1 2 3的3 然后加AS 对 好难念 META 主客國 你當初要出軟體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我們 別的國家很多文盲嗎 但是沒關係 台灣人自己發明的對他的稱呼 就是Tray 現在的Tray 已經不是剛開始那樣發發廢文就有人看了 現在已經聚集了超級多專業領域的人 你可以在上面學到各式各樣的知識 在上面問問題都會有人幫你解答 話說當初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而今天呢 小林整理了在台灣的Tray上面的一些 討論度很高的事件 但我們今天主要focus在 容易產生梗圖的一些事件 前陣子我們台灣2020年的立法院盃 又開打了 但今天不主動討論那部分 我們看看 翠上面依舊熱門的政治梗文 台灣人的DNA 鮮鷹梗 濫於衝術 他像粉絲一樣很認真的做了一個大字卡 這個濫於衝術跟咒術回戰 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有人PO了個影片上面寫的 不可能這麼巧吧 這個感覺就好像 有人在房間裡面偷說我壞話 然後我在門封裡面看到了 我先不管這個事件到底誰對誰錯 邊拜拜邊比到戰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啦 網友的神回復 是誰在敲打我窗 在陣子上面突然敲打窗的不是手指 棒球棍 然後PO了一個人形立牌 我們單看他的肩膀以下會覺得 就是一個小美眉 然後我們再看他的頭 我先跟大家說很抱歉 我一時認不出來 但他本人的比例不是這樣子的吧 至於他是從上往下拍的一個比例耶 這P圖就算了 還把它做成人形立牌 就有點過分了吧 然後小林幫我解惑了 徐喬星 他是台北市議員 而且很年輕耶 才34歲 有在關注政治朋友們 對他一定是很熟悉啦 其實呢 我到要繳催的時候 我就會認真研究了 但是還是得必須說 這圖不像啊 這是徐喬星嗎 我圖不像啊 這是館長的弟弟吧 然後有網友留言說 幫我下 Youtube最常聽到的指定音樂 網友的神回復 國父說 你吹得比章魚哥還難聽 章魚哥吹得是算酸索納吧 不管在哪個平台 網友留言都一樣很犀利 有網友貼了一張圖 彩人頭這舉動本身就有危險 不要自以為陳其邁 它上面放了高雄市長陳其邁 在人群中被拖起來的圖片 標題是 有接好陳其邁 沒接好 然後下面是 沈柏洋跌倒的畫面 但是網友卻發現 最爽的其實是 鄭文燦啦 我們的行政院副院長 他居然不是被一群民眾扛起來 是被一群啦啦隊員扛起來啊 後來正直哽結束了 我們看其他日常生活的貼文吧 有人潑了一張馬桶 哇靠 螢光色的耶 他說我阿婆家的螢光馬桶蓋 這真的很酷 這有可能是為了讓 老人家晚上上廁所的時候 視線不好的情況下好看 比較不會找不到馬桶 這設計其實不錯 只是看起來有點詭異而已 網友的聲恢復 感覺坐在這上面拉完屎 馬桶被我手伸出來幫我擦 突然覺得坐在上面 應該要配孟婆湯 他人說 我找到遊戲儲存點了 有人PO了一個陷阱題 他說寶 我問你喔 假如我 我同時跟一個女生密你 你會回誰 肯定是你啊 廢話 那麼他是誰 網友回報 都說假如了 可能是蔡英文 除了你之外 會滅我女生處 我媽跟我姐 就只剩下詐騙集團了 Cheers 還有一個討論度很高的對話紀錄 客人說 謝謝老闆 你做的雪花冰真的很好吃 哈哈 客氣了 他很喜歡 他喜歡的是我們的雪花冰 不是你喔 老闆 可以不要這樣說話嗎 認真覺得啊 老闆這樣子蠻硬要的 硬要算一句 網友留言 老闆說 今天又拯救了一個暈船仔 功德無量 醫生說 這可能會有點痛喔 好的 他根本就沒有喜歡過你 大 海使館麻藥 還有人用簡體字打了一大串話 舉報了兄弟 你什麼都沒做錯 全怪我那令人做我的嫉妒 和卑微的自身心 看這裡的文字我完全破防了 我直接丟棄 什麼東西啊 我之前蠻常看到像這種留言的 打了一大段廢話 他只為了表達對這個帖子的不滿 有的發片文說 台灣人嚮往的日本道路和勢容 乾淨 廣闊 台灣接手的話會變成這樣 全部是機車啊 人行道上面也停滿了機車啊 人山人海 人滿為患啊 不得不說 台灣的一些大城市真的太密集了 我老家台中 我覺得還算是舒服的人口密度 台北我真的是 哇哦 不管是新北的中永河 板橋 或者是台北市區 永遠找不到停車位 找到停車位 永遠就是那麼貴 有時候想要逛個夜市 只要是尖峰時段或者是假日 停車場門口 永遠都有車在排隊 好吃的路邊單都要等超久 不用等了又難吃了要死 哇好矛盾啊 真的很希望台灣可以 稍微分散一點 不要那麼擠 生活好累 然後還有我們剖河口湖的這張圖 它原圖是長這樣子 非常著名的景點 雖然說官方已經禁止官方課照片拍照了 如果它變成台灣版的話 它會長 這樣子 門口就是娃娃機 中肯 下面掛著食尚玩家推薦 哈哈哈哈 然後大大的美式招牌 左下角是移動式的扛棒 上面還有一個大大的政治海報 哇我真的希望台灣的市容可以越來越進步 不要再說什麼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們希望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風景 好不好 最後一個了 看完這個 我們就要晚安大小姐了 就在我拍影片的前一天 我們Youtube界的三位百萬Youtuber 赫赫有名的創作者協會會長阿滴 我們對決大師Joman 還有每週七天每日七點 每次都超過七分鐘的志祺七七 他都三個夢幻合體的 然後跳了一支晚安大小姐 我們來看一小段好不好 怕版權 Youtube Mont Marino Nangashi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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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一下 晚安大小姐這首歌呢 阿滴他們是cover的另外一組韓國男生 他們一個叫做車輕衣 另外一個叫做金慶旭 看影片感覺好像是日本人 但其實他們是韓國人 而且車輕衣還承認過BTS的伴舞 我最早看到的影片是 車輕衣護售女生下車 然後女生給他一個巧克力的那個短影片 那當然啦 那個看手指好像那也不是大小姐 八成是個男的 當他跟金慶旭一起合拍了 晚安大小姐這首歌以後呢 在韓國先取了熱門的旋風啊 那已經是兩個月前的事了 有超級多韓星跟著一起模仿 一起跳這組 突然間自尊旋風燒到了台灣 突然間我們三大巨頭 很認真的練了一支舞 拍攝了非常專業的小MV 當然也吸引了很多網友的留言 有網友貼一張圖 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好怪再看一眼 還有一個是太嚇人了快點關掉 我最喜歡還是那個 YouTube影片下面的留言 不看難受 看得難受一整天 我當然是從我的手指縫裡面 把這根MV看完的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三位 放下自己的身段 雖然說是跟著時事 但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 他們願意為了這個梗 去學一支舞 而且還很認真的去拍他 我真的值得學習 說到九面呢 他最近呢有上新聞 說跟李多惠同框 翻跳晚安大小姐 結果這個新聞他放的 示意畫面呢 是九面的道歉影片 什麼意思啊 TVBS是什麼意思 放他們跳舞的畫面嗎 你放他道歉影片的畫面幹嘛啊 現在年輕人在翠子上面的使用度 已經超過矮 陸陸續續的有人在翠子上面活躍起來 相信我的觀眾們應該有很多人在 在翠子上面發發老騷啊 或者是默默的觀察了大家的動態啊 所以之後呢 我們又要開始 活往生根在翠裡面 好好了解一下 這個平台上面那些人 到底IG跟Facebook 跟Twitter都有什麼不同 啊 不能這樣比啊 Twitter都沒有馬賽克耶 大家如果看到有趣的貼文的話 也歡迎分享給我 我翠子的帳號在這邊 歡迎騷擾 下次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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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